那么既然是主要的教育 它叫什么 目的何在 这教育的宗旨是什么 是利苦得乐 帮助一切众生利苦得乐 你说这个多重要 苦从哪里来的 乐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有苦 为什么有乐 这个状事情 只有佛知道的最清楚 最明白 苦是从迷惑来的 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知道 所以对宇宙人生 我们就看错了 想错了 看错了叫见惑 想错了叫思惑 就见思烦恼 这想错看错了 当然你就讲错了 你也做错了 结果是 结果就留到轮回 六道轮回本来没有 就是从一切众生 把四十真相 搞错了 所以才有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真苦 苦果就现前了 所以佛陀的教育 他的宗旨 破迷开悟 破迷 苦就离开了 开悟呢 落就现前了 你看 真帮助人 离苦得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利苦得落的教育 是破迷开悟的教育 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 确确实实 道道道滴地的 全人类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训 尊重的教皇 他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佛教全在戒定会与善许 他主要今天开智慧 读经要开智慧 不读经他也要开智慧 要开智慧就行了 所以读经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持戒 修定 修定是什么呢 佛经上常讲 智行一处无私不办 那个智行一处就是修定 你只要心不散乱 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它就会开智慧 跟孟子所说的完全相同 孟子跟我们说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行而已 学问之道也不是多很多数 也不是有什么高兴研究 不是的 是什么 把放在外头的那些心收回来 那就叫学问 那收回来不就是智行一处吗 孟夫子出世的时候 佛教没穿着路过来 他身在战国时代 周朝的末年 跟佛讲的完全相同 就戒定慧言 可见的 我们这个经体上 清净平等觉 这五个字可重要了 这五个字 读书不读书没关系 只要你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心地平等 没有高下 清净性是定 平等是大定 深定 心定了 就看智慧 就缺了 缺 那就是无所不止 没有接触过的 只要一接触 就没有了